大家好,我是赛艇队长,家屠四壁,胡思乱想 最近广告我就先不打了 天津那两场活动我看报名都不错 感谢各位的支持,先行谢过 感谢你们这么信任我 我现在自己都没底了 你们报名这么多,我紧张了现在开始 咱说那个正事 最近听说了刀狼的一首歌 叫做罗沙海誓 那么他里边一些措辞,一些歌词 意思就是说写的比较辛辣 按照网民的理解 刀狼把当年不受主流代价的那种委屈 都发泄了出来 当初批刀狼的那些人也被他写进了歌 也像什么拿鹰,杨坤,汪峰,高小松 其他人不太了解 就是那几个人他们唱的歌没太听过 一般拿拿鹰开玩笑 就是蹲跌上征服 其他人不了解高小松 我对高小松印象还是不错的 我觉得他很平和一个人 见面见到粉丝 愿意跟粉丝聊天 甚至还会请人喝咖啡 然后他做的那个节目 小说也很好看 老人孩子看了都明白 当初我和前任分手的时候 我真是就靠他的那个小说 度过了那一段非常情绪非常低落 非常百无聊赖的这一段时光 所以我也 我现在想想我也特别感谢高小松 我也特别感谢那个时候 在互联网上有小说这样的节目 那如果说我现在分手的话 那只能干嘛了 只能看司马南了 看沈亿了 看张维为 那这就是中国了 那好了这个 说回来啊 就是说高小松甭管怎么评价他 反正他在这首歌里是一个反面形象嘛 那罗沙海誓的歌词没记下来 反正是就是意思就是很讽刺嘛 那么这首歌名 就是说这罗沙海誓 他原来讲的是什么呢 他其实是这个清朝 清朝那小说家普通灵 他创作的一个文言短篇小说 他描写的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国家 然后那里的人以丑为美 就完全是一个颠倒过来的世界 是吧 越丑越能担任什么高官要职 掌管朝政 然后越 你要是越美就越被看成是妖怪 就是你在 在罗沙海誓啊 就是在这个国度里边 真的是容不得美的存在 墙黑色的 是吧 那个什么跳舞的那个那个歌姬啊 大妞长得跟那个母叶才一样 就是而且呢 就是越 越不怕丑化自己的面目 那你就越能得到重用 是吧 就越能得到什么高官厚禄 那你想就这样一个国家 它是一个怎样的环境吧 对吧 那肯定是 就是黄中混戚 瓦腹雷鸣 缠人高张 闲事无名 别说 这有点像塔利班政权 是吧 就化妆不好看 笔记你不好看 然后大袍才好看 就有点像塔利班政权 是吧 那 其实清朝啊 这种讽刺类的呀 谴责类的小说啊 其实是 这个产业很发达的 就是我们今天能看到很多啊 让人感觉 他这想法作者脑洞大开的同时 然后还能赶灿 卧槽 这也能写 就是这种作品 你看那个李汝珍 李汝珍有本长篇小说叫 静花园 那写叫两面国 两面国 前头后头 两张脸 就每个人都长两张脸 一张前一张后 然后一张脸呢 就是说 儒雅随和 然后后边那张脸 凶神恶煞 然后后边那张脸 就是用那个什么头巾啊 用帽子都都都给盖上啊 就是围一个那个 像那个 像那个农村啊 农村那个那个老太太 就是围那个头巾 那感觉是啊 然后 就为啥盖上了 就是因为后的后边那个脸 对吧 凶恶阴险呢 然后那这些人就是当面还 朝你笑 笑里藏刀 那脸一秒对吧 就就就就那个形象了 然后还有这个像 李宝家啊 李宝家的官场现行计 里边有一个谁 文志台啊 洋人到了衙门里 那张口闭口就是啊 我要和你本国大使啊 我要和公亲王一心 我要和你们皇上说话 那文志台就就就就特特别要死啊 就是怕的特别要死 而且他不光怕洋人跟那些洋人有来往的中国人 他也怕呀 因为这种中国人干嘛 信教对吧 信教啊 你到了衙门里 只要说一句 哎 人要揍你还是怎么样 就是你在市场上 你是欺男霸女还是怎么着啊 你被人锁到衙门里了 还是说你不交税 被人被人抓进衙门里了 只要来一句 老子是在叫的啊 老子老子在叫 这比当年再骑可可厉害多了 是吧 官老爷一听这个 就不敢把你当中国人看待 那就是基本上当洋人 就是二毛子嘛 洋人是你可能这个在叫的中国人啊 在洋人眼里 这是二等人 这是二等公民 但是那你普通的中国人 那是几等公民呢 对吧 所以就是一说在叫 这身份一下就提起来了 书里边就有个故事嘛 就是文志台听说 听说是谁呀 在叫 然后就去巴结 就拿着什么猪头三生啊 猪牛羊 到人间那个家庙里边上供 结果呢 被人打得稀巴烂 撵出来了 一问 搞错了 因为他那个在叫 咱一般说在叫可能 哎 第一时间反应都是什么 就是法国的天主教啊 英国的德国的新教啊 什么的 但他那不是他在的教是什么教呢 清真古教 是吧 伊斯兰教 然后你把猪头拿到人庙里去了 你不逃打呢 那 那说到这个啊 扯远了 咱说回这个那个就是刀堂的这首歌啊 罗沙海士啊 那你看他这嘲讽别人呢还是干嘛呀骂人都是写歌对吧 然后我自己呢我平时不是也爱听相声吗 爱听相声就会去学那相声里边的什么比如说梗啊段子啊词啊包括数学逗唱那个太平歌词里边的那些调啊什么的是吧 然后后来呢也就是前段也也就是前段时间应该是今年年初的时候 呃我自己就手痒手痒我就写了一段太平歌词叫什么呢叫大白探是吧就是感谢嘛 哎感谢感恩感恩的心是吧那过去三年这一直兢兢业业保护我们保护我们三年的大白啊对吧 所以在这我先简单唱两句啊简单唱两句各位该八十楼捂好 这八十楼捂好 就唱这些不能再唱了是吧以后线下活动吧有机会可以多唱两句啊现在这个B站上我我记得B站上不是有人到我视频吗那我这边把什么大白探要是全文唱完的话那好家伙那那大白大白粉丝还还还还得了是吧这不得排着队过来感谢我呀所以我告诉你到晚号啊就是我没唱完完全为了是吧那大白大白粉丝还得了是吧那大白大白粉丝还得了是吧这不得排着队过来感谢我呀所以我告诉你 在保护你哥们儿哎透着乐去吧是吧那古人呢你看就是我刚才说写歌哎这古人的歌呢写在哪呢写在诗词里对吧那咱就来找找古代的那些诗词歌赋当中啊有没有什么那种骂人的经句啊啊当然有啊啊相鼠有疲人而无疑人而无疑不死何为对吧这相鼠呢大概是诗经当中骂人最露骨最直接 最解恨的一首啊就是把人霸成老鼠还不够还说不死何为你为什么还不你为什么不去死啊对吧这推动啊那这首诗啊他说的就是某些统治者就春秋时期对吧春秋时期某些国家那些个无良统治者用那些虚伪的礼节去欺骗人民啊不讲公理只讲私利拉高踩低随时变脸然后对上产媚对下蛮 人品卑劣啊人品卑劣这虚伪狡诈口吐莲花是吧一边当婊子一边立牌嘛就是对对这这这这种人那那对于这种无良的统治者那应该这么说对吧相鼠都有皮你没皮你不死何为呀是吧那苏氏呢也有一部作品就是说 叫人皆养子望聪明哎我被聪明误一声唯怨孩儿于且鲁无灾无难到宫清啊到宫清那这是这个苏氏那诗里诗里边的四句啊就是育儿诗嘛啊四句那你看樊凤啊这樊凤嘛实际上呢事出有因就是人皆养子望聪明对吧那养孩子希望孩子聪明点身 很正常嘛但是苏氏本人呢他仕途大错然后痛定思痛最后倒出了诗情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被聪明误一声啊他反对心法然后在诗里边又就是乌台诗案嘛嘲讽这些人锒铛入狱一场乌台诗案震惊朝也是人自个人都自个人这命都差点保不住了得亏有什么元老重臣救他什么欧阳修都保他 在免得亏死后来是贬折黄州对吧黄州团练复始那他这首诗呢看上去是自嘲但实际上是嘲讽时代的荒谬啊我这么聪明然后差点死了说明什么越聪明越危险然后弱智愚蠢的人才能稳坐高位啊那我为什么能遭遇这样的大灾没理由啊 没没理由啊对就是因为我很聪明嘛哎我智长二百嘛哎如果说我是一弱智哎我是一二逼啊那我凭借家里的实力人家里这个世代读书嘛哎再加上朝廷当中呢多少也有点人脉所以呢考上个科举不成问题那有这个出身之后就一点点往上熬呗 你混个当朝宰相也差不多哎可以所以就是你看有多少这个宋朝那个宰相都跟弱智一样嘛治国不会安忙不行啊唯一会的就是你在官场上怎么排气同僚 王安石王安石你除了会挤对司马王台干嘛呀是吧你那变法你那些新法有一条是有用的嘛啊资格以为变法怎么立国怎么立因你实际上呢你呀身居高位不懂民情那就别瞎折腾是吧你就像那个 茶馆里边那伙计李三说的那句话一样改良改良你呀越改越凉冰凉最后啊那这个呃说回这个罗刹海事一首歌啊咱们在我记着在现在啊现在啊就是现在这个网络环境当中也能听到过很多歌词啊很多歌别说是暗讽啊那 简直说是直求讽刺这种歌是吧比如说呃Ruff啊有一个幼稚园乐队啊他有一个Ruff啊叫做丑国对吧就是直求骂美国的嘛嗯说的很过瘾就是什么早就通过武装部队啊血液传播项目传播到了英国和意大利然而欧洲的媒体还在污名化不遗余力的拍着马屁 哎哲啊很押韵嘛啊那么你看啊就是说欧洲的病毒哎就是这么从美国传过去的是吧所以咱这叫什么听Ruff长知识哎活学活用活到老学到老啊就处处都都可学啊那这听Ruff长知识这美国人呢太坏了对吧另外呢原来B站上还有个up主叫鬼山歌 那他也唱过一些歌就是双标者反思者大和民族福星高照是吧大和民族那核是核武器那个核然后符是辐射的那个符啊就是就是讽刺什么那个福岛核电站那事嘛然后就是他有很多啊这种骂美国呀骂日本的歌只不过呀就是不知道后来因为什么事情哎他就突然不聊这些了是吧那些作品也就都下架了 那他经历过什么不太清楚不过呀我为这样一个优秀的创作者然后现在突然不再创作了说实话我为此感到很惋惜呀啊那好了关于这个什么罗沙海誓哎随便聊跑题都跑到老子家去了行就这样啊今天就聊这么多哎感谢各位的支持谢谢各位